我们从黑暗中来站在光明里看黑暗 才更能认识到黑暗的可怕 才会更加珍惜光明的可贵 大家好,这里是极致读书 在这里遇见好书 今天和大家分享民国时期文学家鲁迅创作的短篇小说《祝福》 提到祝福这个名字 也许有人不是很熟悉 但提到祥林嫂 想必很多人都或多或少听说过她的故事 而她也正是《祝福》这篇小说中的主人公 小说以第一视角《我》 一个离开故乡多年的知识分子 在旧历年底回到故乡后 继遇在本家四叔鲁斯老爷家里 准备过祝福时 见证了四叔家先前的女仆祥林嫂的一声悲剧 灰白色的沉重的婉云中间 时时发出闪光 借着一声顿响是送灶的爆主 近处燃放的可就更强烈了 震耳的大音还没有息 空气里已经散满了幽微的火药箱 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 孙震上不必说 就在天空中也显出将到新年的气象 而我正是在这个时候回到了故乡 鲁镇 我回来的第二天就是鲁镇传统的年中习俗 祝福 就是要迎接佛神 拜求来年一年中的好运气 而就在这一天我便遇上了祥林嫂 祥林嫂也就是在祝福的这一天开始出场 祥林嫂不是鲁镇人 有一年的冬初 四叔家里要换女工 做中人的魏老婆子带她进来了 头上扎着白头绳 乌裙 蓝家袄 月白背心 年纪大约二十六七 脸色青黄 但两颊却还是红的 魏老婆子叫她祥林嫂 说是自己母家的铃舍 死了当家人 所以出来做工了 听到祥林嫂是个寡妇 四叔皱了皱眉 但见她模样还周正 手脚都壮大 又只是顺着眼 不开一句口 很像一个安分耐劳的人 于是四叔便不顾四叔的皱眉 让她留下事工 祥林嫂在事工期间 手脚比男人还勤快 她整天的做 似乎闲着就无聊 于是不过三天 她就被留下了 充实的生活 让她嘴角渐渐有了笑容 原本青黄的脸色 也变得白胖起来 对祥林嫂来说 在鲁斯老爷家做女工 是能让她满足的事 她觉得这样的生活很好 可以说 这份工作 就是她的美好 后来大家慢慢知道 她丈夫是春天里没了的 不过令人有些惊讶的是 她丈夫 远比她要小十多岁 另外 她家里的婆婆很严厉 还有一个十多岁的小叔子 日子很快的过去了 祥林嫂做工丝毫没有谢 食物不论 力气却是不惜的 人们都说 鲁斯老爷家里 雇照了个女工 实在比勤快的男人还勤快 到年底 扫尘 洗地 杀鸡 宰鹅 彻夜的主府里 却是她一个人的担当 然而好景不长 新年刚过不久 带祥林嫂的婆婆 突然来到了鲁镇 还带了两个像是山里的男人 趁着祥林嫂在河边 淘米 硬声声将人拖进了船里 大家这时才知道 祥林嫂竟是逃出来的 后来的祥林嫂如何 我暂时不得而知 直到第二年的新年 喝得醉醺醺的 喂老婆子来拜年了 才得知 当初祥林嫂她婆婆 来找她回去的时候 是早已将人 又许给了贺家傲的贺老六 所以回家之后不几天 人就被装在花架里 抬去了 四婶惊呼间 为老婆子解释 她婆婆是为了 给她小叔子娶妻 将她卖到了山里 在众人的迫使下 祥林嫂也曾干过出格的事 拜天地的时候 竟一头撞在香岸角上 头上碰了一个大窟窿 鲜血之溜 然而最后 祥林嫂还是没有反抗的过 还在年底 生了一个儿子 后来几年 祥林嫂就彻底没了消息 直到又一个新年前 她竟又站在四叔家的堂前了 她仍然头上扎着白头绳 乌裙 蓝家袄 月白背心 脸色青黄 只是两颊上 已经消失了血色 顺着眼 眼角上带些泪痕 眼光 也没有先前那样精神了 原来 她新嫁的丈夫又死了 虽说丈夫没了 但总归有一个儿子 这个儿子 就是她的盼头 可惜的是 又在一个春天 山里饿极了的狼 把阿毛先走了 而且婆家容不下她 她大步来收屋 把她赶了出来 祥林嫂说 我真傻 真的 我单知道下雪的时候 野兽在山坳里 没有食吃 会到村里来 我不知道 春天也会有 她还说 阿毛很听话的 我的话句句听 听完祥林嫂的叙述 四婶眼圈有些红了 便自由做主 将人留下了 但是这一次 祥林嫂不但没有先前的灵活 记性也坏了许多 脸上死尸似的 没有一丝笑容 四叔觉得 祥林嫂的作风 败坏的风俗 叮嘱四婶 祭祀时候 不能让她沾手 四叔家里 最重大的事件是祭祀 祥林嫂先前 最忙的时候 也就是祭祀 这回她却清闲了 桌子放在堂中央 系上桌围 她还记得 照旧的去分配 酒杯和筷子 但四嫂却慌慌的道 祥林嫂 你放着吧 我来摆 于是 她转了几个圆圈 终于没有事情做 只得疑惑的 走开了 重新来到鲁镇的祥林嫂 变成了指挥 诉说自己苦难的怨妇 她逢然便讲起 儿子的死 和自己的悲惨遭遇 乡亲们起初 还特意过来听听 祥林嫂的悲惨故事 但渐渐的 大家也都听得纯属了 并是最慈悲的 念佛的老太太们 眼里也再不见 有一点泪的痕迹 后来 全镇的人们 几乎都能背诵她的话 一听到 就厌烦的头疼 祥林嫂的悲惨 是经历了两人丈夫 和一个孩子的离去 是自己第一次 从婆家逃出来 又被抓回去 嫁给了贺老六的无奈 又是自己 用勤劳去抵抗命运 但是 却无尽于事的无助 祥林嫂的人生是悲剧的 但是正如开篇所说 真正悲剧的 并不是人生的经历 而是身边人性的冷漠 正如 祥林嫂 将得压垮在 最后一个风雪之夜的 其实是 身边的那些好人 鲁镇 永远是过新年 腊月二十以后 就活起来了 四叔家里这回 过了南短工 但还是忙不过来 就又另叫柳妈做帮手 然柳妈是善女人 吃素不杀生的 杀鸡宰鹅都不做 只肯洗气蜜 祥林嫂闲着无事 坐着看柳妈干活 不耐烦祥林嫂 老一套的说辞 柳妈和她聊起了别的 柳妈说 祥林嫂 你实在不合算 再一强 或者索性撞一个死 就好了 现在呢 你和你的第二个男人 过活不到两年 倒落了一件大罪命 你想啊 你将来到阴厮去 那两个死鬼的男人 还要争 你给了谁好呢 阎罗大王只好把你锯开来 分给他们 祥林嫂脸上 立刻露出惊恐的神色 柳妈继续说 你不如 急早抵挡 到土地庙里去 卷一趟门槛 当做你的替身 给千人踏万人跨 赎了这一世的罪名 免得死了去受苦 祥林嫂和柳妈的这次聊天 又被众人传扬了开来 许多人都发生了新的趣味 又来逗她说话 祥林嫂大约 从他们的笑声和声调上 也知道是在嘲笑她 所以总是瞪着眼睛 不说一句话 后来连头也不回了 终于又快够了一年 祥林嫂从四婶手里 支取了历来积存的工钱 换算了十二元阴阳 请假到了镇的膝头去 没多大会儿 她回来了 高高兴兴地告诉四婶 自己阴已经捐了门槛了 冬至的祭祖时节 祥林嫂做得更出力了 看四婶装好祭品 她便坦然地去拿酒杯和筷子 你放着吧 祥林嫂 四婶的惊呼声 让她像是受了袍络似的缩手 脸色同时变作灰黑 也不再去取竹台 只是失神地站着 在这之后 祥林嫂变得更胆怯 怕黑眼 连精神也更不济了 后来甚至忘了逃米做饭 于是 后来她被赶走了 而当我 再见到她的时候 她已经在街上乞讨了 又是一年的祝福 我回到了鲁镇 遇到了已经是乞丐的祥林嫂 她朝我走近 放低了声音 急秘密似的 窃窃地问我 一个人死了之后 究竟有没有魂灵的 不知道怎么回答 我最后只以说不清三个字 打发了她 并匆匆逃走了 这一夜里 我总觉得不安 于是接着在第二天 我便听到了祥林嫂的死讯 祥林嫂死在将要春暖花开的季节 那漫长的寒冬 终是要了她的命 托尔斯泰有一句名言 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的 不幸的家庭 却各有各的不幸 祥林嫂很容易让人想到后半句话 她是的确不幸的 或许说 祥林嫂是一个没有春天的女人 春天 她失去丈夫 春天 她被卖改嫁 春天 她痛失爱子 春天 她就那样的走了 但是 幸福和不幸 又几是旁人说得尽的呢 打火爆竹 带给鲁镇无尽的祝福和欢乐 人们开心的笑着 闹着 祥林嫂 大概也安详地 卧在某个不为人知的街角 享受着另一个世界的 绚烂的烟火